大家好 我是薩爾契達克 然後這次是來講解一下攻擊特訓 雖然說已經有點晚了 但 還是有很多 那個 我的觀眾都 在跟我反應說 這關 打不過 那雖然說這是90 那 50 70也是一樣 主要是用周時雲 就是這次的 Boss 他會放一些吸引的招式 跟一些俯空的招式 來 中斷你的攻擊輸出 你要利用周時雲的那個 反擊的一個人力 去中斷 就是他的那個Boss技能 只要被反擊 他就會中斷 所以你就這個時候 因為你的人不會被吹飛 不會被俯空 然後他知道黑洞會吸引 一樣就是你可以用反擊的方式 去打斷他 然後等一下進入戰鬥的時候 你 仔細看右上角 他有一條藍色的 你到藍色快要 快要好的時候 就這一條 你可以這裡可以先放 但其實這樣放其實有一點不 不太好 那你要在 藍色快好 大概快好的時候 你就要把周時雲放 放下來 那 在Boss使用技能的時候 周時雲他就會使用一個 反擊的一個人力 去中斷掉Boss的技能 這點非常的關 關鍵 然後 這邊關 呃 其實接下來你用手動就可以啦 不過 呃 在比較 你的練度如果比較低 你的傷害比較低 你會需要 把人盡量放在比較前面一點 這樣你的傷害就會 就會來得比較高 然後剩下其實你端自動就可以了 就讓他自動放大招 這一關你前面 因為這一關其實他是一個蠻 是一個限時戰 所以 假設你周時雲這樣成功的話 你可以大概 呃 你可以多出 5到10秒的輸出 對 所以大概可以 幫你打掉 多打掉半條血以上 欸不是 應該說 這個 這個一條來說 大概可以幫你多打半條到 一條 因為其實我的輸出相對來說比較低 因為我沒有練什麼小鈴之類的 所以如果你有練一些像 呃 金 金樹瓶 那你的傷害可能就會比我來得更高一點 那 以上就是對攻擊特訓的一個 講解 希望大家喜歡 謝謝大家